大家好,我是羊仔 咱们今天来狗场 然后看看这小狗 就是今天特别开心 咱们现在把所有的 就是一般的狗 就是年纪差不多的狗 都给整出来 让它们聚一聚 因为它们好久没有聚了 咱们现在都给它整出来 让它们在这个草坪上玩一会儿 看它们能不能打起来 走吧 这家把它俩整出来了 然后刚刚我把这个小王子给整出来 然后二凯把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血泡给整出来了 然后铁袋 铁袋这家也来了 好家伙 换句玉堂了 我知道 这家铁袋就是受欢迎啊 然后蚂蚱出来就是配这个铁袋 然后这家雪豹跟小王子 看见铁袋就欺负铁袋 疯了疯了 好久没有让它们聚一起了 今天咱们让它们聚个会 看它们能不能就是干起来 这两个狗这家同时咬这个铁袋 看它雪泡 抓着这个铁袋的咬了 这家铁袋一个撂俩 这家没有撂过 就因为铁袋小 这家欺负铁袋 好家伙 真疯啊 骂蚱也来了 我天呐 这家铁袋了 这家铁袋了 都开了 吵家伙了 这家铁袋大约会了 马甘 这家铁袋都开了 这家铁袋大约会了 马甘 疯了啊 这场面现在太混乱了 这家刚刚狗长出了点小问题啊 快吓死了 然后咱们现在把所有的狗都整回去了 刚刚差点就是搭起来啊 这家吓得我跟二凯就是心惊胆战的 然后所有的狗都在那一直嗷嗷的 然后我天哪 就是特别惊讶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什么皮特 现在皮特刚刚就是关键的时候 现在看皮特什么状态啊 皮特刚刚关键了吧 啊皮特 皮特这家 刚刚就是他们就是马上差点搭起来 然后皮特就在这观战 一点事没有啊 现在把这个雪豹 整进去了啊 还有刚刚那个 龙哥新买的那个开心 咱们都给整回去了 然后雪豹今天出来 跟他所有的朋友都聚了聚会 哎就是得劲 这家狗狗哥们好久没有聚会了啊 咱们看看那个开心 今天状态如何 刚刚反正把它就是放出来的时候 这家跑得也挺欢 咱们看看它在笼子里什么样啊 看见没这家 体型就是挺大 这台还没一年来 这个狗都长这么大了 这家我感觉能长到那个皮特 跟瑞雪那么大 这家笑的时候就跟 就是特别开心 所以就是它现在还没有 固定的名字啊 有就是能就是 有好听的名字 就给这个开心 给起一个吧 行不行 开心现在看着我都笑 这家上的接大的时候啊 我跟龙哥还有二凯 我三个就是上高速 然后上高速就是 那家一路顺畅 然后就是下高速的时候 那家堵车就是堵拉油那个 十几分钟吧 然后然后他们还要做核酸 那家那么那么多人 挨个做核酸得有三四百人啊 然后才好不容易把它接到 等了有半个小时吧 才把它接到 我发现我每次跟龙哥出去的时候啊 只要上了高速 就是就会下雨 每次就是送狗 发狗接狗 都是会下雨 咱们今天把所有的就是中年的狗啊 咱们给整出来了 然后看了看就是他们好久没有欢聚与堂了 今天就是靠山就是圆满成功了啊 因为我早就想看他们就是都会在一起会什么样的 所以刚刚就是把他们整出来 虽然就是马上要打架吧 这家只会哼哼 然后刚刚吓得我跟二凯这家疯了都 然后咱们现在把所有的狗都整去了 然后刚刚就是二凯把那个小狗给喂了一遍啊 嗯 说实话 这家相追蚂蚱了 来狗场干活 这家我还是失格了 不听不听话 这家都赶跑 还看蚂蚱了 蚂蚱是我最心爱的狗 然后他还想跟我抢了 哎 这家我真 真是不知道按啥一听的 跟我抢蚂蚱 还跟我是发小 然后瞬间就是来了 自动见了蚂蚱就变成轻敌了 然后上次就是带着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啊 然后我说兄弟在家干啥了 他说没事 我说没事 走我带你去看一场就是大型节目 然后去了 去到那就是 刚来他刚到狗场啊 就是第一眼就是看见蚂蚱 他说哇塞 这什么狗啊这么好看 还就是 那个脸不是就是一半黄一半白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家什么狗啊这么好看 我说这是蚂蚱 皮子犬 然后他说 这家我第一次见这 见这种犬啊真好看 然后我说 那那你这一路你牵着他吧 哎 结果人家培养培养感情 哎 人家就是培养好了 喜欢蚂蚱了 人家就是也不溜达了 然后来龙哥这里上班来了 哎 不错啊 表演的不错 这家狗哥们狗舍 都找到挺干净 然后狗哥们就是 从来了就是胖了许多 哎 行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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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